喔!他從這裡射 預判這個位置 他打了三半都沒有暴擊 欸不對喔 我發現一個很嚴重的BUG 他是被勇的二技能打死的欸 這個勇的二技能是打在艾莉莉身上的 哈囉各位觀眾之交 後面的主播又來了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 爽電燈對上MOP第二場的賽事 那這場其實蠻多細節的地方 而且打架的地方都是蠻值得看的 所以記得影片要看到最後 反正你們能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好 那我們先從BP開始看喔 那因為是第二場的關係呢 閃亮這邊是首場的旅步 但是MOP這邊竟然一二選 不是選擇先選飛雷去做一個counter pick 說實話這邊我有點不太懂 為什麼不先選飛雷 因為你只是先量艾莉莉莉蘭 雖然這兩隻是比較中規中矩 也比較沒有那麼多counter的 但是說實話 莉莉莉蘭這個選 也是可以放後面一點的 然後這邊我都覺得很奇怪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 閃電狼目前是變掉亥雅 就代表說 MOP前三選是可以選亥雅的 大家都知道 亥雅目前最好的出場的機會就是在 紅方三選的時候 但是你今天在一二選沒有拿到飛的情況下 對面出了呂布加洛可西 那最好的情況一定是三選 選一個亥雅 直接呂布跟洛可西都是非常非常好打的 但是因為你前兩選都沒有選飛的情況下 導致被迫你三選 一定要選個飛雷去打一個counter配合 你沒有辦法選亥雅去 這麼好的counter呂布跟洛可西 大家都知道 你洛可西輔助 最怕最怕就是遇到亥雅 因為其他射手他都是 閃勾都是非常好勾的 唯獨亥雅 亥雅可以帶輕型 也可以非常有強的拉達能力 洛可西是非常害怕 AWP前三選的決定 說實話讓我有點看不太懂 但是更讓我意外的是 閃電藍竟然選擇了勇 這個角色在目前職業賽上好像是 第一次上場 就是除了季前賽之後 是第一次上場 當然看著前四選 對上艾蜜利安、飛雷跟咖啡 基本上都是沒有什麼壓力 都是非常好大 所以我覺得這選勇 是選得挺好的 所以呢 就讓MOP覺得頭痛了 哦 哇我前面四選都處理不到這個勇 那我最後一選 他們想了一想 哦最後鎖了這個悟空 表示 我悟空就是來抓你的蘭鐸跟勇 老實講我覺得這選 悟空是選的蠻不錯的 就是因為蘭鐸、拉茲、勇 這三隻西味 都是非常非常怕悟空的 而且 你悟空一出來 你的蘭鐸跟勇 都是非常難輸出 所以目前這個陣容選下 我只能說 蘭特這邊選的勇 我真的覺得還蠻驚訝 我也覺得選的挺好的 那MOP這邊 潛上選我覺得可以選的更好了 但是最後一選的悟空 也是 離補了他們這個陣容的缺陷 好首先呢 山路第一個擊殺 這邊凱撒路打了起來 你們可以發現 蘭鐸這邊是紅開 蘭鐸不吃 直接來gank你的肺類 我覺得這個判斷是做得很好的 因為呢 這邊可愛一定是想說 這邊是沒有人來gank我 因為蘭鐸在收野區 但是他這個判斷就是 先放棄藍區來gank這個肺類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判斷 說實話真的是做得很好的 那後續 MOP知道你 呂布跟蘭鐸都殘血了 直接中斧來入裏的野區 那這邊蘭鐸被打殘 之後悟空也過來這邊 哇 他打了三半都沒有暴擊 我只能說這個悟空有點衰 他 他如果暴擊到一半都有可能有機會殺了死 但是這邊就成功拖刀了一些時間 就是讓蘭鐸比較晚 吃到這個蘭也讓蘭鐸回補了 那這邊就是讓悟空爭取了一些法律的時間 但是這邊 發生了一個我認為很大膽的事情就是說 首先你們可以看到剛剛打完了一波之後 時間來到快2分10秒 那2分10秒就是 野區第二輪重生的時間 當今天悟空蘭區快要重生的時候 也也是選擇 再繼續在凱撒路蹲一波 這邊是有成功殺掉 因為呂布這邊應該是想說 2分10秒應該要回去蘭區去收野區的吧 所以呢這邊呂布就直接開大局跟菲淚換血 因為呂布跟菲淚要打贏菲淚的就是直接開大換血 雖然他這邊有殺到呂布 不過這個是一個非常大膽 而且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因為如果今天呂布沒有出來跟這個菲淚打 你是完全浪費時間 而且你的觸眼速度 跟魔龍啊 跟那些Gank的時間點 全部都會比蘭鐸慢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 2分50秒的時間 蘭鐸已經收完整個紅區 也帶了魔龍 也殺了一個人呢 你悟空才剛剛從山路Gank王跑過來 而且你可以看到 藍區 他是2分15秒生的 到現在快3分鐘都還沒吃這個蘭 所以代表說這個悟空 他現在再跑過來 兵沒吃到 羊沒殺到 鳥子吸了個零鳥的錢 然後他3分鐘的時候 才回去吃這個蘭 所以代表說他整個野區的蘭的重生時間 足足慢了1分鐘 這個對於悟空前期發育非常重要的角色來說 是很嚴重很嚴重的一個落後 好這邊古龍打起來 菲勒大絕2-1插進去之後 這邊悟空有點難 進場完全沒有進場到之後 也不進去看有個銀霜貝特一下 哇這邊2個打3個 哦 哎呦 這個蘭鐸 可以開秀可以開秀可以開秀 殺大馬 哦 DK的勇 2技能真的很準 他這個預判的點是很扯的 他從這裡射 預判這個位置 哇靠 他是真的預判他的這個 走過來的時候 再預判他這個2技能的劍飛過去 剛好到這個點 超準 他的勇的 哇真的玩得跟神一樣 基本上以這個情況來說 對於閃電男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前期開局 你拿到勇這個角色裡前期這麼順 是一個非常專的事情 好然後這邊下路 3個人進攻2個人壓塔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洛可惜勾到之後 這個勇在後面大爆射也可以看到這個輸出 哇這個爆擊一直爆 一直爆一直爆 這個勇生肩出來之後這個傷害真的是不是開玩笑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這邊 悟空跟飛雷趕到了 哇哇哇 後續被飛雷跟悟空收了2個 欸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為什麼會長這樣 首先 悟空跟飛雷幫忙 凱撒路清完先之後就直接 哦速速跑過來 那呂布這邊只能用料的 因為清完兵這邊用料的 所以這邊會慢很多 那閃電彈打得有點深打得有點深啊 剛好被這兩個人下來直接逮到啊 但是說實話這個局面來講 因為蘭鐸是有復活的 然後呂布這邊中塔是拆了半血 所以現在這個經濟面板來講 光是勇贏這個卡芬妮1000塊 我覺得是賺的 我覺得剛跟內部來講是賺的 因為蘭鐸雖然說他送了個SUT DOWN 可是他有復活 也有直接出來把這個禁忌給補回來 但是很可惜的是 這個SUT DOWN剛好就給了悟空 對讓這個悟空拿到錢 讓悟空拿到錢 這個是比較尷尬一點 我這邊中路想要進場 這邊要抓狗狗 但是他沒有看到 哦可惜他朝裡面嗎 欸 欸 他是想要直接這樣子過來把 拉茲給秒掉然後直接跑掉 但是他沒有想到他傷害不夠秒掉 然後被拉茲灌回去 再被洛克西勾 說實話剛剛悟空進場 那個有點冒險 有點冒險 因為他是很明確的知道 拉茲跟洛克西都在 只要他今天沒有秒掉 就是換他死 那這波悟空死掉之後 再陪上一個曖昧的人頭 直接被打了凱撒 他8分鐘直接進攻 哇這個是一個 非常非常虧的一波 抓人 我只能說這個 有點衝動 有點衝動 OK這個 青蛙跟DK 直接把二塔給壓掉 那這個很賺 這個很賺 那這個中塔有機會壓掉嗎 哇 哇 但是蘭鐸這邊是被抓掉 哇 哇 這邊蘭鐸有點不小心 他直接在中右被悟空他們給抓掉之後 死了三個 不過這邊還有DK這個勇 基本上這個勇 就只有悟空能抓得死 其他人基本上不可能抓得死這個勇 所以只要這場 電狼有好好的保住勇 就是 勇在這個中間點 然後其他人圍著他就好了 圍著他 讓他輸出 只要他沒有被悟空秒掉 這把就是勇的凱瑞 這把就是勇的天下 所以我覺得剛剛那波其實是有點虧啊 中塔沒有壓掉 但是這邊 哎唷 他們三個也要抓 蘭鐸一個 但是悟空 哇 差點還被蘭鐸換掉之後 這邊 哦 DK的劍是成功帶走了悟空 哎不對我發現一個很嚴重的bug 來哦你們看哦 悟空這邊已經跑到很後面 然後呢這個勇是完全沒有碰到悟空的 你看他這個劍 是打在艾蜜莉身上的 勇的這個劍是打在艾蜜莉身上的 你們看 但是不行 哎不知道為什麼他打到悟空那邊去了 但是這邊整波團戰哦 勇完全沒有碰到這個悟空 哎這個是bug 有點誇張 哎來哦各位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悟空的第一視角 你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實際點 誒 這邊他是被勇的二技能打死的 誒 蛤 你們看 對呀 對呀他是被勇的二技能打死的啊 誒 但是明明在比賽的畫面上 這個勇的二技能是打在艾蜜莉身上的 哇 What's happened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有沒有人可以給我個解釋 如果有觀眾知道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 我完全 看不懂為什麼這個劍是 穿去悟空那邊啊 好這邊 凱撒爭奪 呂布啊 他有點快 直接被打了一整趟 但是沒死 我這邊青蛙哦 繞過來繞得非常好 直接勾到可愛 繞了可愛的人頭 基本上這邊 五打四是可以直接把這個凱撒給吃下來的 但是呢 你們可以留意 閃電男這波的天空巨龍翻的非常非常不好 首先呢 我講過 就是天空巨龍翻的地方啊 最好是可以卡在河道 因為今天如果你的 中三並線是不好的 是被推過來的情況下 如果你天空巨龍翻在 並線過去河道的話 你這條龍有九成機會都保不住 因為你今天就是要分一個人在上路守 那這邊就可以五個人過來回來守 你這邊四個人不可能敢跟五個人打的 除非今天你有非常大的肉勢 但是現在電男以這個經濟量來講 是沒有絕對的肉勢的 就代表說 你的龍是直接放給對面 哇這個天空巨龍沒有掌握好 好 帶了最後一波 深月魔龍的爭奪 這邊基本上洛可希 開個視野 抓個悟空位置之後 他壓進來 基本上你的人就是要退 因為洛可希輔助的勾真的是太無質 是可以直接把你拖進去打的 然後這邊深月魔龍吃到之後呢 湧拿到這個黑暗之刺 我跟你說 這個是閃電男最想要看到的情況 但是我們這個團戰一步一步看 首先在吃完深月魔龍的同時呢 這邊洛可希給空間勇吃這個黑暗之刺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 他這邊被打殘是可以接受的 那這邊 呂布也被打殘 但是這邊我跟你說 狗哥 他蹲得非常好 他蹲得非常好 直接準備蹲到悟空了 但是 他這邊 他二技能 空 大技能 空 啊 啊 哦 這個蹲了 不是非常完美的 哇 這個悟空要死了 但是 哇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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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全空掉 這個就 留下了一個伏筆了 首先 第一點 呂布死了嘛 可愛也死了 這邊四打四 擁有黑暗之刺 輸不了了吧 輸不了了吧 但是夜曲這邊首先第一波 他打的非常好 他直接射手去賣命 衝進去吸 再吸 然後這邊 再悟空二次進場 直接全秒 我只能說 這個悟空是一個伏筆啊 就是剛如果阿茲 技能沒空有秒掉這個悟空的話 這個團戰贏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悟空這樣子在進場 再搭配卡芬妮直接就 全殺了 我原本啊 看到自己我想說 閃電郎 完了吧 勇拿到黑暗之刺 打團要怎麼輸 只要勇不死就贏了 但是我沒有想到 狗哥他 蹲得這麼漂亮 結果在悟空直直走進來的情況下 他 他竟然 竟然空掉 你們可以看到嗎 這個勇515 裝備 有黑暗之刺也能輸 好可惜啊 好可惜啊 這邊其實說實話電郎要2比0啊 但是說實話我真的比較在意那個 為什麼那個悟空死掉 如果有觀眾知道的話 真的要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 重複看了很多遍我都沒有看懂 那如果各位有什麼想法都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記得伴我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謝謝各位收看 拜拜